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晨 又多为大家指点为真 上司赚这么多钱 今天就有个爆声告与推荐给大家 就是昆水国际 七七八八 有兴趣的资金就快点pm我 我会华里茨最美的股市价 大家有钱齐齐赚 多谢车老师的提示啊 上次我头都摘得很矮 那我今次要分身啦 买完screen cap记录给我 方便我到时华里茨最美的股市价 上次帮猛兵买那只世界股票 我都赚到点钱 你明明都当我神地拜信 信到我十足十分 你那边有钱怎样啊 在帮你啦 帮你啦 骗近他啦 骗近他啦 明明 我刚跟叔叔吃完午餐 他跟我说 他迟些昆水国际会爆升 我打算按了一层楼匙 信不信不过价 属猪猪 我叔叔是上市公司高层 我平时都根据他的内幕消息买 今次赚硬了 我一定会睡觉 明明啊 不如你都放在手桌上的股票买吧 赚完一起 瘫痞庆祝 那我们终于可以见面咯 太好了 那我买多少好啊 有多少买多少 买完你记得screen cap收给我啊 要不然我不记得 什么时候带你放的啊 知道下单了 搞定 又多个傻仔落答了 好 真 我已经找人开了 200个人头户口 总买了整个星期就扫了坤水国际的街货 今次开市就已经在这儿买买买买买了 我们看看 这次备好了 我们继续找多些水 来摘好些货 露规矩啊 我们各自找到多少客户 就按给你抽多少用 就这么说吧 哈哈哈 这些坤水国际股价大幅波动 这几天的社交平台 不断推介这儿二三线股 但这只股的成交量和流通量都很低 又没有实质利好消息支持 加上近日有股评人投诉 他们被人无形去推介这只股票 照这样看背后可能有人操纵这只股的股价 再利用社交媒體騙人買入值次散貨 和上頭談談聯絡CCB 看看可否做一個Joint Operation 收到 我們是證監會 我們是商業罪案調查科 這張是法庭所簽法的搜查令 我們有理由相信這裏的事和調查有關 對於兩名被告村謀造成昆水國際股份交投活躍的虛假或據誤導性兆象 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95及第303條及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條 本席裁定二人罪名成立半監五年 提示 我剛才說給大家提示 以下就是我要給的提示 提示一 在網絡世界裏面 騙徒是很容易假扮其他人 例如在社交平台上 自稱為投資專家 或者是假扮知名股評人或者分析員 去博取投資者的信任 因此大家要格外留神 提示二 世界上沒有必贏的股票 投資要自行分析和求證 不要輕易相信社交平台上的所謂必賺提示或者內幕消息 提示三 但騙徒往往利用投資者貪念 或者害怕錯失機會的心態 承虛而入 所以進行投資前 必須自行分析 或者向持牌投資顧問 尋求獨立意見 以及多留意有關騙案新聞 以及監管機構提供最新騙案警示 例如證監會的網頁和Facebook 又或者是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的網頁 如果想舉報市場的違規行為 可致電22311222 向證監會舉報 最後給大家一個號碼就是18222 如果懷疑被騙 就打防便宜而善 18222 緊記以上貼紙 就可以做一個英明的投資者 投資騙局要認清 否則好而一曝清 好了 今天是2月17日初六 又要記住 很多投資騙局 最近 竟然現在連醫生都搞到了 小明 李嘉仁醫生 都有人冒認他 真是 慘了 到時不知道大家 會要相信誰了 所以 在網上 下面的 有很多 可以記住你的照片 甚麼都可以 可能有之一日 你記住我 就走去 不知道去做甚麼 那便死火了 好 看看今天的版塊行業 今天版塊行業 其實都是 升多的版塊 版塊升的多 跌的少 今天 很奇怪 半導體的版塊 竟然是要跌 為甚麼要這樣 另外 今天 升得最多的版塊 超級升的 就是石油氣 還有農產品 黃金 升少少 其他零售 一般的汽車都會升 其他等等 今天 升幅是很全面 有時我經常都會覺得 有一件事 日之正宗 可能 就要篩斜 好 看看恆生指數期貨 今天 又升上來了 原住保利加通道 順便走 這是好的現象 原住保利加通道 順便走 一路會升上去 始終這兩路都是 短期的看法 長期 都在很多年之前說過 可能是三萬八 三萬九 這些地方 再不適合 就有四萬五萬 都有 要怎樣做呢 現在升了這麼多 你買不買呢 如果你擔心的話 就等它 後低吸納 會跌下來 我會估計 會跌下來 302這個地方 如果302這個地方 蛇之中 便沒有問題 會做 為什麼要有2,8,6 如果真的跌到2,8,6 就認真不幸 2,8,6真的不幸 2,8,6是什麼位 如果日線圖來計 中間的位置是295 2,8,6已經跌穿了 跌穿了之後 當然就會跌下去 這個就是日線圖 兩個月的走勢 有朋友問行騰 行騰 行騰 很簡單 之前的社曾經介紹過 接著之後 升了很多 我介紹的都是現在這些位置 我不敢去這麼高 真的我不是很敢高 膽大 因為它現在的PE 已經升一千零幾倍 有人說 現在不用看PE 我們看它有多少錢收入 將來有錢收入就可以了 問題就是 它現在沒有東西買 那怎麼辦呢 它現在還在虧 沒有錢收入 那怎麼辦 於是希望在人間 希望是否可以得到 是可以得到的 希望可以得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波動是相當大的 在這一點裡面 這些真的是膽大的 你就可以去搏它 不夠膽大的 就不要做了 那你作為一個普通投資者 你怎麼做呢 那普通投資者 我又不介意 沒有問題的 你有些錢賺了 有些錢賺了 你將部分的錢 扔出來去買這些 因為怎樣 因為始終 你是有恆大和騰訊 兩個在一起夾著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會搞什麼 他們會搞一些好東西出來 我又不相信他們不會搞不好 到時候他們會搞一些好東西出來 那是否14元這個價格 肯定未必會是 現在來說 就有一件事 好像當買六合彩 就是這樣 如果你之前的時鐘 好像我剛才介紹 就是這些位置 你買了之後 你去加註 就去到這些問題 你會看 那你出不出貨 就是你的事 也有朋友問 中國石油化工的股份 我自己覺得 中國石油化工的股份 有一件事 去到很多老牌股 很久的股份 你要真正看月線圖 要看月線圖 如果在周線圖上面 我們看到它基本上 在做底的 圓底 如果將來稍微放多些 時間長些 它在做圓底 這個圓底的話 上面 如果突破了4.5元的話 上面有6元 不簡單的 那有沒有條件去呢? 有價 7厘息 12倍PE 為什麼不可以去6元? 去到6元的時候 都是得以5厘多 4厘息 都是高息的 特別現在這個石油化工的股份 那裡 你一定要看到 是開始經濟復甦的話 石油產品 是一定會受到支持的 這個就是日線圖 那麼月線圖 這個日線圖 也都這樣看到 這個突破到這裡之後 上浪浪浪浪浪 就去死個本 再上的話 就去到6元了 那國美零售 也是適合朋友 今天問 問得十分之好的時間 因為呢 國美的老闆 這一天兩天剛剛入獄 那他回來之後 應該要 可以有些 大的動作 其實呢 他還未在監獄 都是神通廣大 都有大動作的 但是呢 如果下來了之後 應該是會看到 是開始 那些人開始炒他上去 這個也是造成一個圓底 這個圓底 這個圓底 這個頸線 他暫時什麼都沒有 要是 你要相信他 你相信他的話 你就會看到 他再緊張到上面去看 但是 我自己覺得 是 我希望他好些 不過 不要可以其他 去追他上去 現在兩個多 我等他跌回一些 為什麼跌回一些 跌回一些 跌回一些 就是這些位置 跌回來的時候 我都不能跌 跌到 如果跌到 過九 過九度 就是這裡 一個三十多就是這裡 我就認為 他回到裡面這裡 是比較好一點的 就是在暴力甲通道 上軸的 是下面 下方 有一點 那裡就可以去考慮買了 有個朋友 問了一個叫韋士傑 很多朋友 都未必會清楚知道這個股份 不過 你有利無利 他真正是升了很多 他由以前的十兩個多 現在升到他 大致上 就是這個 八百多、九元 在這線 此線 來講 他其實上級 斤斤正已經 implemented 大致上 那麼 在這 � Watch 到現在這裡 對外 應該看到有些 是回吐的跡象 回吐的跡象 成交易也有個少了 有什麼回 hob 跡象 如果里面真的會跌穿了 這個八百一的話 就應該要考慮止虧 不是止蝕 而是止賺 止賺 遲些才再進入 他剛剛今天回到日線圖裏 保利亞通道上軸 下來可能會示範中續位的 要留意 若然他示範中續位 這裏是7.4 所以如果下穿了8.1 是需要先考慮食壺 保利協鑫 保利協鑫的時裝 以前也有神的股 以前在這些位置介紹過 後來升上來之後就走了 現在去到這裏 又如何呢? 升升升升 這是一個可以很簡單的看 升穿了保利通道上軸 入回來再跟著再升 不會升很久的 四個禮拜、五個禮拜 或者三個禮拜 那就下班了 所以在這點大家要留意 這裡開始滑下來 入回來這裡是好的 好的 再整固再去 整固之後再上去 在這點大家要留意 在這裏成交相當之多 即是說如果下跌下來的話 你考慮如果真的跌穿這些位置 那這批就很難蟹破了 那跌穿什麼位置? 來到這些位置 因為這裡是1、2、3 1、2、3 這些是成交量大的 如果跌穿了這個位置 跌到2元以下過領的話 上面那個蟹破就很厲害 所以因此如果去到這裏的話 一定要記住 但是短線支持 大概2個半至3元左右 跌穿了2元的話 那我可以告訴你 有牌的了 那是這些在看著的止蟹位 不要只想著有上面那個位置 那現在日線圖 你看到很清楚 是回緊了 那今天呢 我推薦了一個股票 就是深圳控股 這個是604 604呢 以前很多人是記得它 很多人最近又忘記了它 那忘記了它的時候 那怎麼做呢? 那我就會找個月線圖給大家看 月線圖的時之中 它起到這裏 在路是打橫整股的 因為打橫整股 由2015年開始去到這裏 那如果在這裏的話 2010年這裏的話 它是最高去到差不多8元左右 那就是下面又落到很低 那現在陷入在中間位裡 來整股 那我又覺得它似乎的樣子 是整股已經到這裏之後 就會上來的 為什麼上來呢? 因為它是在深圳做地產的 深圳的樓價 可能 大家未必清楚知道 有個別地區的樓價 是貴過香港的 當然不是貴過香港 就是半山區那些 就是一般地方的樓價 可以有些是拍得住香港 或者貴過香港 當然也有些便宜過香港的 看看你們 看看你們 如何選擇哪個地段 現在在日線圖 周線上面 它已經上升了 在這裏試過 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現在是上市上去的 應該是上市上軸位 在這裏 日線圖 就試了 穿了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在這裏 因此上面 可能會往回去 大致上是 兩個七號半度 或者兩個八度 升穿了兩個八度 這裏就造成了 這裏也造成一個箱底 上面再望 是應該去三個半的 所以這裏 大約由一元左右的幅度 可以去看看 息率有六厘度 市盈率是相對低的 這樣的東西 在一般的地產股來說 是十分之少見的 特別是一個國企 因此在這點裏 又要整固了這裏 隨著 開始 十四五規劃裏 開始來 的話 是會對深圳裏 有頗大的期望 大灣區等等 因此我估計 它會再回來 一些 有多些的盈利前景 這個是兩個月的圖片 好了 這些就是 以往推介過的股票 都繼續在這裏 可以大家參考一下 這些曾經答過 觀眾的問題的股票 在這裏自己保持十天 第十一 那些已經是 cancel 了出去 如果大家 亦都可以去 遇到有股票 可以參考一下這裏 今天就是講這裏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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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